近日,一组徐凯与谭松韵的《真结婚》体验照片在网络上疯传,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。 照片中,徐凯以一身帅气西装亮相,将谭松韵轻轻抱起,两人亲密无间的画面让人不禁感叹,这简直就是一对完美的CP。 徐凯和谭松韵作为娱乐圈的当红炸子鸡,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,此次《真结婚》体验活动,更是让他们的人气飙升。 在活动现场,徐凯化身为绅士,对谭松韵呵护备质,不仅亲自为她整理婚纱,还细心地为她擦拭眼泪,这样的画面让无数粉丝为之疯狂。 纷纷表示,这就是我心中的完美男友。 而谭松韵在活动中也表现得相当出色,她穿着一袭华丽的婚纱,优雅地走在红毯上,宛如一位真正的公主,当她被徐凯抱起时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仿佛真的置身于婚礼现场。 这一幕让许多网友感叹,谭松韵真的是太美了,和徐凯站在一起,简直就是天作之和。 事实上,徐凯和谭松韵此前已经合作,两人在荧幕上的默契表现一直备受好评,从你比星光美丽,他们饰演的角色都深受观众喜爱。 而在现实生活中,两人也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,这次真结婚体验活动,更是让他们的友谊得到了升华,也让粉丝们看到了他们更加真实的一面。 对于这次活动,徐凯表示,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的体验,感觉非常新鲜。和松韵一起参加这个活动,让我更加珍惜我们的友谊。 而谭松韵也表示,和徐凯一起参加这个活动,让我感受到了婚礼的喜悦和幸福。希望我们以后还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。 除了徐凯和谭松韵的精彩表现外,活动现场还有不少亮点,比如,徐凯在活动中展示了一段舞蹈,让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。 而谭松韵则在现场演唱了一首动人的歌曲,用歌声传递出对爱情的美好期许。 这些精彩的表演,无意为整个活动增色不少。 总的来说,这次徐凯和谭松韵的真结婚体验活动,不仅让他们的人气飙升,也让粉丝们看到了他们更加真实的一面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,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 在这个充满欢乐和感动的活动现场,徐凯和谭松韵的互动成为了最大的亮点。 他们时而相视而笑,时而互相调侃,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。 而这种友谊,也让他们的合作更加默契,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。 当然,除了徐凯和谭松韵之外,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其他明星嘉宾出席。 他们纷纷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,也为现场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。 可以说,这次真结婚体验活动,不仅是一次娱乐盛世,更是一次明星们的聚会。 回顾这次活动,我们可以看到徐凯和谭松韵的精彩表现,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。 这种友谊,不仅让他们在荧幕上更加默契,也让他们在生活中更加珍惜彼此,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。 最后,让我们一起期待徐凯和谭松韵未来的合作,也期待他们在娱乐圈中继续发光发热,同时,也祝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实现自己的梦想,加油,徐凯!加油,谭松韵! 似乎是从一次不经意的合作中缓缓拉开,在一部筹备已久的古装大戏中,徐凯与谭松韵首次携手,共同演绎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绝美爱恋。 剧中,他们是生死相依的恋人,每一个眼神交汇都仿佛能穿越千年,触动人心,而戏外,两人的默契配合与温暖互动,也让不少观众和媒体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,一种超越了荧幕界限的化学反应,正是这股难以言喻的默契,让那次真结婚体验的路透视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视频中,徐凯身着华丽古装,宛如从画中走出的翩翩公子,而谭松韵则以一席精致的嫁衣亮相,温婉如水,美得令人窒息,最令人难忘的是。 当徐凯轻轻地将谭松韵揽入怀中,执行起那经典而浪漫的公主豹时,两人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,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,这一刻,不仅是对角色情感的完美诠释,更是两人私下关系的微妙展现,公主豹的背后,是无数次排练的默契积累,更是对彼此信任与依赖的深刻体现,网友们纷纷留言,这哪里是拍戏,分明就是真爱啊。 公主豹都能爆出这么强的CP感,求原地结婚?随着视频的广泛传播,徐凯与谭松韵的CP感愈发强烈,成为了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他们发现,无论是在剧中的深情对视,还是戏外活动中的自然互动,两人总能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与默契,从微博上的甜蜜互动,到颁奖典礼上的相视一笑,每一个细节都像是精心布置的甜蜜陷阱, 让人越陷越深,更有细心的网友挖掘出两人过往合作的点滴,发现他们早在多部作品中就有着不解之缘。 每一次的合作都像是命运的安排,让两人的关系愈发紧密,这些发现,无意味着对CP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,也让粉丝们对两人未来的合作充满了无限期待。 然而,在这份甜蜜的背后,是两位演员专业与敬业的默默付出,徐凯以其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。 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中,每一次的公开亮相都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,而当徐凯和谭松韵这对备受瞩目的明星,选择大胆认爱,他们之间的每一个互动,无疑都会成为粉丝和媒体追逐的热点。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,机场成为了这对情侣展现甜蜜的舞台,他们的出现,仿佛给这个繁忙的交通枢纽带来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,徐凯和谭松韵似乎并不介意公众的目光,他们在机场的互动自然而真实,充满了年轻情侣间的俏皮与活泼,谭松韵快不走在前头。 而徐凯则在后面紧追不舍,两人的追逐游戏引得周围人群发出阵阵笑声,这样的场景,就像是一对普通恋人的日常相处模式,没有明星的架子,只有简单的快乐,粉丝们尽管想要靠近,却被工作人员善意地拦下,只能在远处观望,感受这份难得的轻松与真实。 然而,这对情侣的甜蜜互动并不仅限于机场,在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中,徐凯和谭松韵更是毫不掩饰他们之间的亲密,在各种团队协作游戏中,两人总是默契配合,彼此间的眼神交流和微笑。 无不透露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,这样的公开互动,自然也引起了在场众人的调侃和玩笑,而这对情侣似乎也乐在其中,他们的笑容和回应,让整个团建活动充满了温馨和欢乐的气氛。 在这种自然的互动中,我们不难发现徐凯和谭松韵对感情的认真与坦诚,他们没有选择隐藏,而是勇敢地展示他们的爱情,这种态度在娱乐圈中显得尤为难得,据谭松韵的闺蜜爆料。 自从谭松韵与徐凯恋爱后,他与谭松韵的联系就变得谨慎了许多,他半开玩笑地说, 每次联系谭松韵之前都要先深呼吸,做好心理准备,因为你不知道那边会不会突然传来徐凯的声音,或者是两人甜蜜互动的现场直播,这种不敢随意联络的状态,虽然带着几分玩笑, 但也反映出谭松韵与徐凯之间的恋情是多么的甜蜜和稳固,他们的感情已经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,每一次的互动都充满了爱意, 在娱乐圈这个多变的环境中,能够维持一段稳定而深刻的恋情实属不易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例子,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挚的模样,他们不畏惧外界的目光,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,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爱的存在。 而对于粉丝来说,看到自己喜爱的明星能够找到幸福,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,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荧幕上的搭档,更是生活中的伴侣, 这种转变让人感到惊喜和欣慰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下的互动,我们有理由相信。 徐凯和谭松韵将会继续用他们的方式,展示着属于他们的甜蜜与幸福。 在这个星光熠熠的娱乐圈里,每一对明星情侣的动向都能牵动万千粉丝的心弦。 而近日,当红小生徐凯与实力小花谭松韵之间的一段段甜蜜互动,不仅让两人的恋情传闻再次升级, 更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凯运CP的狂潮,从机场的无意间你追我赶,到公司团建中的默契配合,再到闺蜜的无奈爆料。 这一系列事件如同精心编排的浪漫剧集,让人忍俊不禁又心胜羡慕。 故事的起点,定格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,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人来人往,繁忙而有序。 徐凯身着休闲装,头戴棒球帽,低调出行却难掩帅气,而谭松韵则以一身清新脱俗的装扮亮相,笑容甜美,仿佛春天里最温柔的风。 两人的不期而遇,仿佛是命运巧妙的安排,一场关于爱的追逐游戏就此悄然拉开序幕。 起初,只是简单的寒暄与微笑,但随着周围粉丝的逐渐聚集,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。 徐凯似乎被谭松韵手中的小零食吸引,故意放慢脚步。 不时回头望向他手中的美味,眼神中满是孩子般的期待与顽皮,谭松韵健壮,嘴角勾起一抹脚侠的笑意,假装不经意地将零食举高,引得徐凯不得不加快步伐。 两人在人群中玩起了你追我赶的游戏,这一幕,被眼尖的粉丝们捕捉下来,迅速在网络上发酵,视频中的两人,没有刻意地摆拍,没有华丽的台词,只有那份自然流露的甜蜜与默契,让人忍不住直呼,这堂,我磕了。 如果说机场到偶遇是偶然,那么接下来的公司团建活动,则是两人感情升温的最佳见证。 据悉,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,某知名影视公司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建活动,而徐凯与谭松韵作为公司的两大台柱子,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 活动中,两人被安排在同一组,共同完成各种挑战任务,从密室逃脱的智力比拼,到户外拓展的体力考验,每一次合作都显得那么默契十足。 特别是当面对一项需要高度信任与配合的高空项目时,徐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,而谭松韵则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安全交给了他,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。 只留下两人之间那份坚定不移的信任与依靠,团建结束后,团队成员纷纷晒出合照,照片中的徐凯与谭松韵或相视一笑,或肩并肩站在一起,那份自然流露的幸福感几乎要一出屏幕,不少粉丝留言感叹,这样的爱情,谁不羡慕呢? 正当外界对两人的恋情猜测纷纷时,谭松韵的一位闺蜜却在社交媒体上大涂苦水。 孝妍自己现在都不敢轻易联络谭松韵了,原来,自从两人恋情曝光后,谭松韵的生活就仿佛被甜蜜包围,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下,都能感受到他那份由内而外的幸福。 而作为闺蜜,每次想要找他聊天姐闷时,却总是能不小心撞见两人甜蜜的瞬间,这让闺蜜不禁笑称,这狗粮,我吃得够够的了,还是夺远点吧。 虽然话语间带着几分调侃,但不难看出闺蜜对谭松韵幸福的由衷祝福,而这段爆料,也再次让网友们感受到了两人之间那份真挚而美好的爱情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能够遇到一份让自己心动不已的爱情实属不易。 徐凯与谭松韵的故事,就像是一部正在热播的青春偶像剧,充满了甜蜜,惊喜与温馨。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,不需要刻意的炫耀,也不需要华丽的辞早,只需要在平凡的日子里,携手同行,共同经历每一个难忘的瞬间。 未来,无论是风雨兼程,还是阳光明媚,相信徐凯与谭松韵都会手牵手,一起走过。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,能做的只有默默祝福,愿他们的爱情如同那不灭的星光。 永远璀璨夺目,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中,每一次的公开亮相都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。 而当徐凯和谭松韵这对备受瞩目的明星,选择大胆认爱,他们之间的每一个互动,无疑都会成为粉丝和媒体追逐的热点。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,机场成为了这对情侣展现甜蜜的舞台,他们的出现。 仿佛给这个繁忙的交通枢纽,带来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。 徐凯和谭松韵似乎并不介意公众的目光,他们在机场的互动自然而真实,充满了年轻情侣间的俏皮与活泼。 谭松韵快不走在前头,而徐凯则在后面紧追不舍,两人的追逐游戏引得周围人群发出阵阵笑声。 这样的场景,就像是一对普通恋人的日常相处模式,没有明星的架子,只有简单的快乐。 粉丝们尽管想要靠近,却被工作人员善意地拦下,只能在远处观望,感受这份难得的轻松与真实。 然而,这对情侣的甜蜜互动并不仅限于机场。 在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中,徐凯和谭松韵更是毫不掩饰他们之间的亲密,在各种团队协作游戏中,两人总是默契配合,彼此间的眼神交流和微笑。 无不透露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,这样的公开互动,自然也引起了在场众人的调侃和玩笑,而这对情侣似乎也乐在其中。 他们的笑容和回应,让整个团建活动充满了温馨和欢乐的气氛。 在这种自然的互动中,我们不难发现徐凯和谭松韵对感情的认真与坦诚,他们没有选择隐藏。